大家拍手嗎? 你們今天委員的質詢,特別是黃委員的,你們蘋果要登 接下來請承接委員質詢 那承接委員質詢完,我們是不是先休息五分鐘? 好,謝謝 那請主席幫我公請正常事 委員好 謝謝,那常事啊 因為今天大家共同來關心身心障礙者的潛意 當然本席也非常的贊同 那當然也向我們本院所有的委員,大家來關心的委員 也表達最大的肯定 那當然因為我發覺就是說 有關於身心障礙鑑定的新制 將在明年101年,7月正式上入 那當然將現行的單一醫師的鑑定 聽說已經要改為所謂的專業團隊來鑑定 是不是有這個事實? 能夠請長次說明嗎? 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大概是從明年的7月1號開始 ICF新制的鑑定 那新制鑑定的一個部分 以前是單一個醫師就做鑑定 那他現在是有一個團隊 那專業的團隊 那現在就是他指定鑑定的醫療機構 那他可能會找他們專業的一個醫師 一起來做鑑定的部分 好,那我要請教你 那有關於那個專業的團隊 要來鑑定有關於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那我要請教你他這個團隊是如何來產生? 現在目前有107萬的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大家非常的優利 那當然這一點我也必須要提出來執行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你 讓有關於107萬的那個身心障礙者 大家能夠共同來了解 是,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前端的鑑定的部分 是由衛生署在負責的 但是這個部分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他專業團隊的部分有醫師 還有那個語言治療 還有職能復健 還有社工特教跟職業平良 這一個部分的人一起組成的一個團隊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鑑定 第二點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目前來講大概明年7月1號開始 只會先針對新的身心障礙者 用ICF去做鑑定 因為華裡頭規定其他的 就有的身心障礙者 他就是在規定的期限裡頭 去把它完成重新鑑定的部分 所以就有的身心障礙者 目前還不會再去做新的鑑定 那這一點的話 我建議我們內政部這邊主管機關 當然要向所有的一些身心障礙者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現在目前現行的107萬的身心障礙者 大家非常的憂心 因為他們誤以為說 重新要再來辦理所謂的鑑定 當然這一點引起他們非常大的一個恐慌 那尤其剛剛那個常治有提到一點 就因為本身有關於專業的那個團隊 裡面有涵蓋包括醫師 以及社工還有特教等等的相關的人 來籌組所謂的團隊 那當然我希望就是說 站在我們主管機關立場上 也必須要去關心 不是說有關於類似 也就是說這個是衛生署的業務 跟內政部沒有關係的話 事實上你們本身要跨部會的去做一個協助 讓有關於身心障礙者 他本身他的潛意 能夠獲得非常合理的一個保障 那這一點也能夠具體 像常治來做一個建議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在做新制的部分 衛生署跟我們部裡頭都 協同作業 都一起來作業 好 所以他們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彼此都很了解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常識 是 因為有關於今年五月 即將啟動一萬名的生意障礙者的試辦計畫 那當然我要請教你就是說 這一萬名要從哪裡來 你如何去挑選 這一個 這個是實驗計畫 對 這實驗計畫是要搭配ICF 是 因為你要做新制的話 我們要有一些 那個 我們說要有一些推廣實驗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們是針對 針對 它 藉期還是 因為有一些身心障礙 它目前領的身心障礙手冊 它可能有效期是半年 還是三個月 還是一年 那它有效期到的話 要重新做鑑定 那這一些呢 我們就用新制 來看新制的一個推廣 還有哪一些還要再去做處理的 對啊 但是依照目前現行身障礙者 有107萬嘛 當然從107萬裡面去挑選1萬名 當然這試辦計畫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試辦計畫能夠深切了解 將來作業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什麼 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所以說本期是非常 關心這個議題 那尤其就是說 有關1萬名的身障礙 的試辦計畫裡面 以重新鑑定 以及新生理鑑定為對象 但是剛剛我聽那個長次有提到齁 就是說試辦的話 將來是以所謂的 新申請的鑑定 作為它挑選一個對象 試辦計畫的對象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101年 那新制開始是新增的身心障礙者 那試辦的對象是它借起 比如說 它身心障礙所設有效期是半年 我知道我聽懂了 對 好 那因為 將來就是說不管是 今年5月正式來啟動 身心障礙者的試辦計畫 當然最主要是作為明年實施 ICF 就是國際健康功能 以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來作為一個參考的預計 所以說這個問題是非常的慎重 當然我也希望這個機會再一次 來要求我們內政部這一邊 事實上要非常踏實的來關心 以及保障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那當然新制的身心障礙者的鑑定 以及需求評估制度 將現行16類 那將來就是說 要改為分為所謂的八大類 那當然從16類 改為八大類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變革 當然也會引起 現在目前所有的一些身心障礙者 它本身也非常的憂慮 那當然是不是能夠請常志這邊 也能夠具體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 16類改為八類 當然將來是如何來改變 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會針對 在衛生署的部分 它現在已經針對這邊的16類 跟那個新的八大類的部分 它有去做 旧的16類它會歸病到 這一邊八大類的哪一個部分 它已經有做這樣的一個分類的歸病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剛剛我們一再強調 從明年開始 是只有新的身心障礙者 才做ICF 那旧的部分 它原有的權益 還是維持不變 它假如沒有做重新鑑定的話 它原有的權益 不會受影響 那你八大類的內容呢 八大類的內容 它那個 在這邊跟委員報告 身心障礙者它本身知道嗎 這個我們都不斷利用機會 在跟我們身障的一個團體 去做溝通 但很奇怪 就有一些所謂的身障礙者 會到服務處那邊去了解 去要求了解 是 因為有時候 因為這八大類的譬如說 我唸一下 第一個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障礙的功能 那第二個 是眼跟耳相關構造跟感官功能的疼痛 那第三個是聲音跟語言構造的一個部分 那第四個是循環造血免疫呼吸系統 那第五是消化新陳代謝內分泌 第六是泌尿跟生殖系統的部分 第七是神經肌肉骨骼 那第八是皮膚跟相關構造 它有把它分這八大類 那我們這邊的十六類 就可以依照這個 分別把它納在這八大類裡頭 我跟那個嘗試做一個建議 因為有關你那個身障礙者 的那個鑑定 那明年一百零年七月正式要上路了 那我也希望我們內政部這邊 能夠主動邀集相關的一些身心障礙者的團體 大家共同來類似開公聽會也好 開研討會也好 讓這個資訊能夠透明化 那避免有一些身心障礙者 他本身 憂心他本身的潛意 那結果又他不甚瞭解 這個情況之下可能會產生 身心障礙者對政府的一種誤解 那所以說我也這種機會具體要求 希望我們政府 在公開資訊以及開放 身心障礙者團體 能夠參與討論的評鑑的制度 那另外就是說 並定期調查 身心障礙者他的需求 以及台灣障礙環境 編列足而的預算 來逐步來做一個改善 那這樣的話 才能夠真正落實 來照顧所謂的身心障礙者 那我不知道嘗試你的看法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指教的非常對 就是說對呀 目前啊 身障朋友啊 還有我們身障團體 他焦慮的部分 我們不斷的已經都在開會溝通了 那可能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說 不斷繼續在 在跟他們做溝通之外 我們也要製作相關的DM 像大家所關心的這一些的議題 我們再做DM 然後再把它鋪上網 那不斷的利用機會 再持續再去做溝通 好謝謝 那也希望能夠製作相關的一些類似 像所謂的影片啊 或者是書面資料啦 送給一些相關的 身障礙者的團體 那希望配合他們能夠廣為宣傳 讓所有的身障礙者 能夠自己來關心 以及社會大眾 共同來關心他的潛力 謝謝 我們謝謝委員指教